大家好,我是小雨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自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售! 就在最近,由于著名运动品牌耐克2020年抵制新疆棉花的公告被曝光,国内娱乐圈顶流艺人王一博宣布和这一品牌终止合作声明,由此很多人再次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到这位宝藏男孩的身上,世间帅哥千千万万,为什么别人越活越精彩,为什么有些人就像流星一样,刹那消失在天际? 如果笔者和观众说到王一博这个大名,相信很多饭圈女孩都会眼前一亮,王一博的大红大紫,是因为某些偶然因素吗? 其实他的努力和实力少有人急,确实,这是一位凭借颜值更凭借自身身后实力而成功的艺人。 在那部古装单改剧陈情令火遍大江南北之前,他的名字并不被人所熟知,而之后和赵丽颖的新剧有非开播,更把他推向新的巅峰。 成功的话,人们只惊现他现实的名艳,然而当初他的牙儿,尽透了奋斗的泪泉,撒遍了牺牲的血语。 对王一博来说也是如此,回想自己的出道历史,也许一博的心中会有一些心酸。 在13岁的时候,王一博就对街舞十分的迷恋,那时上初一的时候,王一博生病打掉针。 有个电视频道正在播街舞比赛,他看到这样的舞蹈,觉得特别帅,立刻迷上了这种舞蹈,就跟妈妈争取。 那时候一般人对街舞的印象,不是特别好,妈妈没有同意,王一博就每天磨他。 求他,业余诺考试考到好成绩,听妈妈的话,妈妈最后终于同意了。 一博特别高兴,后来在学舞蹈的过程中,他发现自己在肢体方面很有天赋。 没成想,这一决定就开启了王一博的成名之路。 我们都知道,韩国对艺人的训练要求,是非常严苛的,很多人都因为吃不了苦,最终没能坚持下来,未能走上骄傲的艺人道路。 在海外,一博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,每周都要接受相当严格的考核测试。 可谓压力山大,不过最终对于舞蹈的热爱,让他战胜了一切的孤独寂寞,当时他真的很想家。 不知道哭了多少次,为了追求自己的明星梦,王一博即使心肌严犯了也坚持训练,没有停下舞蹈的脚步。 即使一身世伤,他也未曾对外人提及,从来不严苦,不怕累,更是没有想过放弃两个字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,日复一日的魔鬼训练,让他有了过硬的舞蹈功底。 2014年9月15日,王一博终于作为一个偶像团体的议员成功地出道,以UINQ成员的身份登台亮相,顿时引起极大关注。 那年10月16日,UINQ组合登录韩国节目M Countdown作为首次放送舞台。 这个热爱艺术热爱舞蹈的男孩,终于能够在美光灯下大显身手了。 可是随后,命运似乎又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,由于众所周知的陷害因素。 他被迫回国发展,而当初的那个初出茅庐的男子团体,也最终被迫各奔东西,没有继续合作的机会。 然而,命运女神为他关上了一扇门,却又给他打开了一扇窗。 天天向上这个节目,给了一博一个,重新展示自我的巨大平台,拥有舞蹈功底。 又颇具语言功底的他,成为了该节目的常驻主持人。 至此,在国内大众的视野里,开始真正出现了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。 这也开启了他的开挂的人生,一步步成长为被无数观众热捧的90后星星。 电视剧,电影综艺,他是长客,他的组合为电影演唱主题曲。 他上综艺天天向上和快乐大本营,他领衔主演的陈琴令,光你迎评,大获好评。 2017年,获亚洲影响力盛典最佳新人演员奖。 2018年2月8日,主持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。 2020年10月18日,凭借领衔主演的青春电竞电视剧《陪你到世界之巅》。 获得第三十届中国电视精英奖,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。 2021的牛年春晚,他和关晓彤、刘德华同台演唱牛起来。 三位不同年龄段的属牛明星同台现已炫酷抢眼,让观众儿目一新。 这位酷盖男孩短时间内成为国内顶级艺员,是因为某些偶然因素吗? 也许有一些并不喜欢他的人会说,他能够在国内那么快的红火在于所谓关系,在于各种各样的因素。 但是我想说,以他的舞蹈功底走到今天绝非偶然,绝非只是侥幸。 一波是极富天赋,又努力的小男生,他的专业,忘我,投入,让他在舞蹈领域深耕。 最终成为锤字舞的推广大使。 之后,一波哥又凭借自己过硬的舞蹈实力,在一档综艺节目中担任创造101导师,用三个月的汗水与努力带队指导。 当他亲身演绎女团舞的时候,我们发现一位男子,竟然也能把这样的舞蹈演绎得如此有美感。 他试得很聪明,很认真的男孩子,学东西很快,学习能力强,尤其在运动技能及动作协调性上有着惊人的天赋。 他无意间常做的那些动作,原来做起来竟如此困难。 因为长期跳舞,身体的柔韧性很好,学舞蹈时大多都是运用身体的技艺,被公认为宝藏男孩,游刃有余,游戏方面。 天天向上可以看到,一般人模仿不了的难怪动作。 我们还知道除了在演绎的舞台之外,王一博在摩托车,乐高巴拉,甚至在职业赛车场上,亦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。 他是那种激情热情与坚持不懈共存的,什么兴趣爱好都要硬傲成专业,还是那种求表扬的程度。 总之,这真的是一位风格多变的优质艺人呢? 他外表俊朗,眼睛忧郁,可言可甜,多才多艺,高情商。 团队运作强,想不圈粉都难,唱歌跳舞,演技,上综艺,是新生代最活跃最亮眼的新星。 性格外冷风内热,内心真实善良温暖,安静寡言,不愿用语言。 更乐意给你表演才艺的沉静大男孩。 他非常真实,不做作,而且特别努力上进。 努力精彩,做什么都做到最好,做什么都拼尽全力。 他说他要用实力证明自己不是花瓶,他的身上传递着一种正能量。 作为年轻的全能艺人,他时髦的眼妆,发色,还有酷爱的机车,真是圈粉无数。 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少年,一旦跳起舞来,就是舞蹈机器,望我投入。 王一博说,创作时,一片炫脉,让我灵感停不下来,玩滑板时,一片炫脉,让我运动到停不下来。 他是他的团队共同打造出来的一个艺术作品,没有走正常的学业路线,没有按部就班的完成人生设定, 使我等至少一路上了16年的学子的奢望。 少年出名,年少有为,世纪岁出道,背后的艰辛不是常人所能感受得到的。 无感的歌词,就很能道出他的心声。 世界是多面低,成功的路是多向的,他想活成他的样子,他也活成了他要的模样。 或许有人认为王一博太过幸运,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份幸运,是他自己身怀绝技不断创造的。 所以每个家长都要给孩子打开一扇窗,让孩子发展他喜欢的兴趣爱好吧,说不上就成功了呢。 成功没有限定,只要是自己喜欢的,并让自己耀眼闪光,那就是成功的人生。 更多的可能都蕴含在每一个当下,迎风翻盘,向阳而生。 从坦特到拼搏,从彷徨到鉴定,成功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。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《兵分娱乐笑》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